点击 果然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果然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大家可以看 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列表就已经出来了 当然除了这个列表 你还可以建立非单选的 还有多选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然后我把这个Note改成了Dismiss 也是同样生效的 后面我会告诉大家 实际上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你这个Create都可以不要了 你直接Show就可以了 因为Show就包含了Create 为什么 待会我们看一下圆满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这样的一个 最简单的Dollog EletDollog 那么好 如官方推荐的一种实验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UnCreate 然后CreateDollog 看到没有 UnCreateDollog 我就冲在这样一个方法吧 确定 这里面你自己去判定 它传入了 它跟我们的ShowDollog 是匹配的 比方说 我们在 刚才是在哪点的 在这 我们把这个先给它Copy 我们可以直接调Activity的 ShowDollog的方法 里面直接传一个ID 或者加一个Bundle对象的话 就是绑定一个参数 对不对 你可以去传一些变量进去 然后我随便定一个1234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去判断了 如果它的这个ID 1-ID等于1234 则我们再去建立和呈现相应的大尔拉子 它可能4567 你又是另外一个大尔拉子 我们就这样子来做 这个地方大家就注意 就直接就Create就可以了 你就没有必要直接去秀它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1234 我们并且把它返回 返回这个大尔拉子对象 好 这样就可以了 也是一样的效果 就是它一样的效果 那我这里就运行一下 让它慢慢去跑 那么顺便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它这个圆满到底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的大尔拉子 我们先看一下大尔拉子 大尔拉子这样的一类 大尔拉子 这个鸡类 在这 找到Famework 好慢 咦 本子越来越慢了 苹果馆 不能帮我等 怎么回事 不至于夸张到这样子吧 又回去了 在我们的Famework Basecore下面 点中了没有 好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大尔拉子 按照我们刚刚所看的 它实现了这么多的接口 那么这些接口实现 大家注意看一下 什么window call buy 建立我们的manual 这些 大家想象一下 是不是就跟我们activity 类似 这其实就像一个 尤其实现的activity一样 那么既然像是一个activity一样 那么它我们看一下 它居然也有一些 类似的生命周期 这些东西 看没有 create start stop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它的子类 去重载一下这些方法 对吧 去打我们道乐的这样生命周期 事件也是一样的 事件也是一样的 还有这样的一个分发机制 看没有 dispatch 什么都有 就跟我们activity似的 你把它当作一个小activity 那么既然是activity 它当然要去装载我们的 要去装载了 要去装载我们的view window 然后通过window 去加载我们的view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 看一下 OK 这里 道乐 有一些构造 就道乐 这个机类 它本身是有一些构造方法的 而且是public的 通过这里 我们看一下 它用了一个window manager window manager 是用来管理我们的window的 对不对 我们之前讲关系的时候 看到没有 这个是跟我们activity 去追踪到我们的full window 是一样的 policy manager 去make一个new window 看到没有 返回一个window 这样一个窗体 然后 好 这就把我们window窗体 给生成了 那么这是当前现成 listening handler 这样一个class 并且new一个listening handler 这样一个class 那么用来去监听 我们的一些消息 什么样的一些消息 就是我们的dismiss cancel 这些 show 什么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 这些都没什么的 好 那重点 我们来找一下 是我们的 这里头还有没有build的 这里面没有build的 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它的子类好了 alert 大尔老的 我们刚刚研究的这个 我们遇到它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跟踪呢 是不是 也是 看一下构造函数 但是它这个构造函数是protected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通过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一些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通过create 我们看一下create的时候 它干了些什么事情 我们来跟踪create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去掌握的 这样一个入口 对不对 那么 我们看一下 在create的时候 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在create的时候 它去 实际上就开始实力化了 看到没有 因为它内部是可以去实力化 去构造它的 所以我们调create了 第一步就是去构造 构造传餐 分别是上下文 和 我看 这是三个数的餐 还是两个 两个数的餐 然后 分别是上下文 和它的这样一个主题 然后它又去调了 这个三个数的餐 叫get window 那么最终 这里教大家一个诀窍 一般情况下 遇到这种实力化的时候 我们再来 还是要回到头来看这个实力化 都是用到最复杂的这个 对不对 三个数的 那么这个 它用到了什么呢 它拥有了一个 alit controller 这个alit controller 也就是 我们的这样一个 按照MVC模式的话 这就是一个控制对象 在这声明的 这个控制对象有什么用呢 这个控制对象 就是我们后面跟set相关的 各个这些对象设置的 这样一个控制器 明白吧 好 我们再回过去 我们再找一下 按照MVC模式 create 那么这个时候 它已经实力化了 实力化了过后 它通过P这个对象 P是什么呢 是参数 就是我们的一大堆的参数 这样一个类 去apply 去应用这样的一个参数 是通过谁去应用的呢 它传了一个控制器进去 是通过这个控制器 去应用了它这个 所以按照我们普通的设计 是应该是什么 是应该控制器 去调用一个apply 去把这个P给传进去 对不对 这普通的设计 但这有一个反模式 这其实也是一个模式 就是它这是一个对象 它内部会有一个 这样一个应用方法 来来完成它自己本身 这些都没什么的 Listener 也就是说把这些参数 都给它应用 应用过去 然后就return了 return了 就返回了之后 返回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show show的时候 看到没有 它是先去调了一遍create 然后再去show的 当然这个道尔乐的show show的过程中 也很讲究 show的过程中 我们看它附类的show 是怎么show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 会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可以呈现出来 对不对 就靠它的附类的show 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 我不调create 直接show是不是也可以 大家就记住了 把回回去吧 到时候又找来找去的 嗯 是吧 这个工具 没写好 它不是那个 你看它这个按说双击 它这个东西 它应该展开 然后这下边应该有一个横向的拖动条 对不对 这个工具没写好 OK 我们看一下Darlag的它的实际上的show 实际上我们说它附加了window 它也有一个deckview 也有个deckview 这个就跟我们的window.getdeckviewlayout 得到它的layout的这些属性 又一个 然后sendshowmessage 就最终把这些基本布局属性配置好之后 发了一个sendshowmessage出去 那么sendshowmessage出去之后当然是要接收了 对不对 sendshowmessage出去之后 我们调我们搜一下那个handle了 sendshowmessage出去之后 sendshowmessage出去之后 unshowlasoner 这样一个接口 然后到这个地方 它就会去调用这个message的转 把这个message里面的object对象转化成我们的unshowlasoner这样一个接口 然后去调用它的这个unshow 那么这个就要看 这个就要又要去跟踪我们的unshowlasoner这个接口 是被谁去实现 这个就跟踪就比较复杂了 比较多了 一 它在构造的时候 你看 为什么我们Dargo在 那个秀 怎么把秀出来 大家自己下去跟踪一下 那我这里就不花过多的时间 一个个去跟踪 那个接口的系统级的视线 应该是有个系统级的视线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Dargo选出来 它必须在中间 就靠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你想把这个Dargo弄到旁边去 确实 你又不能去修改这个东西 它又没有提供一个方法 让你去更改位置的话 就比较麻烦 所以你就是 思路就是下来去找一下 它有没有去提供一个 更改它的layout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或者属性 OK 这个就跟我们的那个系统级的差不多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这个Darlog 默认的主题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Android Internet 下头R的style里面 有个ThemeDarlog 这是它默认的一个套主题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简单 对它的一个分析 以及我们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对它这样一个了解 那么下面的其他的像 Progress Progress Darlog 这些 大家就自己去弄了 无非就是 大家要注意 你看 默认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 你要让它成为进度条 我们想都能想得到 它的那个builder 或者它的Darlog本身 它也有可能没有builder 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builder 就行了 有没有 我输一下 Progress Darlog 看一下它下面有没有builder 它没有builder 那就直接拗就行了 对不对 可见进度条的这个就没这么复杂 还没有我们这个复杂 OK 那么 那么在它这个Darlog里头 它封装了一个方 封装了一个属性 就叫Progress style 你给它更改成我们那样就行了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你想想 设置一下它的位置 是不是它肯定也封装到这个里面了 因为你不可能说 你调用起来了 过你再findview by ID 再去找一下它的这个进度条吧 对不对 肯定也是封装到里面了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 这 SetProgress 对不对 也都封装到里面了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下来自己练 无非就是注意 每次我们开它之后 我们的事情要放在后台线程去运行 这是我们常规处理方式 好 下面的话 我再花点 稍休息一下 稍休息一下 我们再讲一下 是另一个 OK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以后再遇到这种builder 我们不会再那么复杂了 不会像以前一看到 哇 这么多内容 我搞不定 以后我们就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 那么关于这种builder模式 其实这里有一个典型的图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builder模式的一个典型图形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builder 它是一个接口 或者是一个抽象类 大家看 UML后面我会讲到 凡是这个地方是鞋体的 就表示它是一个抽象类 这个大家就不知道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方法 叫build part 那么这个build part 就是实际上 就是我们道尔道的刚才那个set 这个set那个 对不对 就是建立你的一部分 它这里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聚合 这是个聚合符号 聚合了一个对象 叫什么对象呢 就是相当于它这里头 有一个director这个对象 这个director这个对象 我们字面意思去理解是导演 其实就是一个控制 这个控制到时候会负责 他们的一个连接关系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controller 那个controller 而这个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build builder这样一个对象 这个类 这个类是继承于我们的这个builder 这个类子 它的一个子类 那么它是实实在在在的去实现了 我们的build part 这样的一些方法 最后通过get result 也就是我们的create这个方法 得到了我们最后想要的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我们的Alet Dialog实力 是不是很有意思 所以设计模式 设计模式也不高深了 说白了设计模式 现在市面上设计模式几百种都有 但是包括我们时常都会去创造一些模式 说白了模式就是什么 就是经验的总结 所以设计模式我以前在带学生的时候 我都跟他们说 首先去掌握23种经典的设计模式 然后把它们全部都忘掉 就跟武侠小说里那武林高手一样 叫手中无鉴心中有鉴 你才能真的做好设计 那么后面我还会陆陆续续 跟大家提到一些模式 大家可能细心的朋友都看到了 这还有一些单件模式 然后